有一次我在顶楼哲里看到小美的大吼大叫 小美 问小美是同父异母 我和小美 情人美啊 第一次见到小美的时候 情小姐 小美 我看着她的背影 有一种被吸引的感觉 小美这部电影 其实是每一个人去回忆 小美她所发生的各种事情 情感 跟挫折 跟喜悦 是交叉在这九个人的回忆里面 小美来台北这么多年 我跟她很少见面 每次都她自己打电话给我 所以这个整个片子就围绕着 每一个访问者跟她之间关系 有关系的没关系的 很亲的 或是有点点公司上的一种关系 让大观众看完以后 他们会留下一些问题 就是说她到底是怎么了 情人美人呢 这次导演可能是把我们当复仇者联盟来拍的 就是说每个演员都只能拿到自己角色的 那一个部分 蛤就这样 这样是一部戏吗 导演叫我们不要准备 拍摄前一天的晚上拿到一张纸 三次面几乎是独白式的台词 很长 只能从台词的蛛丝马迹里面找到跟这个角色的连结 但我不知道会有最后会有这么多人 我们常看到一群人在那边嘻嘻哈哈的 其实会有这样子起心动念是因为某一天的时候就发现 怎么这附近公园晚上都有很多年轻人在逗留 这些年轻人怎么晚上都不回家了 跑在这里 这个社会年轻人到底都在想什么 关心什么 他们遭遇什么事情 她在社会上遭遇到的 一些事情或许就是现在年轻人遭遇到的 但每个人可能不一定都那么的顺遂跟美好 就像小美 她像是某一种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样貌 就是很孤单 有时候会突然之间 她不见了或消失了 我希望这部电影看完之后 如果它会刺激到你 你会想到你生命中曾经过往 认识到的哪一个朋友 就只是鼓起勇气 跟她联络 也许你一点点关心 也许你一点点话 让这个人很多很多 未来的东西都不一样